这次要救人是个胖胖刘小胡子的中国人 有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长官 长官 他有什么特征 特征 恶心 非常的恶心 他的人品怎么样 叫你相亲啊 人品怎么样 哪个白痴乱发瘟 方圆百里之内 不论人畜 虾蟹 跳蚤 全部都化成了废灰了 不过这个人心中不定 飘忽无踪 但是我在机缘巧合之下 就曾经见过他半面 要么就见过 要么就没见过 哪要只会见半面的 因为他就是遮了半面面嘛 傻瓜 你没听过邮报琵琶 半遮面吗 你真没读过书啊 笨猪 虽然我只跟他见过半面 但是一见清醒 稀里哗啦 我就斩鸡头 烧黄纸 跟他解拜我兄弟 你闭嘴 那个小王们在胡说什么 害得他们都不着急了 是他们自愿围在这听我说书 而不愿意着急的 而且着急有害健康好事一切 还说好事 你姐姐也是妓女啊 没人招她 你吃屎啊 吃屎有意献心 还是留给你吧 你叫我吃屎 我搞定你 韦小宝 叩见皇上 大胆韦小宝 你工人杀我大臣 路劫侵犯 该当何罪 豆龙 韦大人 您猜对了 就是我出卖你的 你这个人真是勾敢不要吃屎 是啊是啊 皇上 实不相瞒 小宝今天已经身怀盖世武功 就凭你这里的人 恐怕是挡不住我做任何事 任何事 是 包括取你的人头在内 不过我实在想不出 有什么借口 来杀一个天下人都爱戴的好皇帝 就请皇上你宽宫大量 放过韦小宝全家 给我一条生路走吧 好吗 平身 谢皇上 皇上 你又说这一招 韦小宝武功干事 朕已经早有所完 朕想证实一下 经朕一抓 发觉果然是坚挺无比 多谢 叛国贼韦小宝 已经被朕亲手抓死 失手气质荒野 党羽逃去无踪 世上 不会再有韦小宝这个人 好好对待靖民公主 跟朕的外甥 谢主龙抓 不要让别人欺负他 知道 你我始终都是好朋友 同意 朕主 再见 胡大人再见咯 我随随便便就把皇帝给护住了 众老婆 我们算了 让我们走开心快火心 让我们心开心快乐心 快乐的人生啊 一切是有心 快乐的人生是我的女 你 我来 感谢观看